福宝在回国之前 将爷爷曾对福宝说 我的小公主 明天爷爷会带着微笑送你离开的 福宝今天将在将爷爷的陪同下 进入这个集装箱 踏上回国的飞机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这个陪伴了爷爷三年的小公主长大了 今天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四十分 福宝从熊猫馆出发 搭乘专用防震车辆进行运输 韩国民众纷纷挥雷告别 现场哭得稀里哗啦 将爷爷上了运输的卡车后 宋爷爷忍不住抱着福宝海报落泪了 看得出宋爷爷是多么不胜 但又不得不转过离开 宋爷爷害怕多看一眼会立马崩溃 这个陪伴自己三年的小公主长大了 陈告退了 现场告别仪式结束后 福宝前往仁川机场 福宝抵达机场后 玉树龙缓缓上升 下午三点钟左右 福宝搭乘包机顺利起飞前往中国 全程2390公里 预计飞行时间三个小时52分 19时46分左右 以大成都双流机场 福宝安全落地成都后 开始前往神树平基地进行隔离 到时将爷爷会把集装箱的钥匙交给中方 而将爷爷会陪伴福宝隔离三到四天时间 等福宝适应新环境后 再返程回韩国 不敢想象和福宝分开大天时 将爷爷会有多么难过 刚刚失去了养自己的母亲 现在又要失去自己养大的孙女 短短几天的时间 将爷爷就经历了生死一遍 希望将爷爷尽快度过最难熬的日子 也希望索福宝回国后能够得到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